聖誕節是來的 迎接聖誕節 幼兒園小朋友打扮硬警 開心唱跳 還當起小天使 幫第29屆韓式吃飽 三十尾牙活動募款 受到景氣影響 捐款大不如前 創世基金會特別請來藝人陳美鳳 擔任愛心大使 號召民眾小額捐款 朋友啊 大家救救的 就是五百也好 一千也好 因為創世基金會 其實靠很多的小額捐款 累積起來的 才能夠幫助到很多的人 所以不要小看你的小額捐款 其實非常的重要 五百一千元不嫌少 陳美鳳也捐出紅包 希望拋磚引玉 因為到1月27號尾牙當天 每天目標要一千個紅包 才能讓四萬名韓式街友 獨居長輩 單親媽媽和親函植物人家庭 能有一頓溫飽 但目前服務經費只募到三成 讓志工們實在很緊張 我們服務的也有很多的 弱勢植物人的家庭 所以我們第一擔心是 這些企業停工的部分 弱勢植物人的家庭 要開始陷入困境了 那我們其實也擔心 企業那一方面的捐款 其實會持續的下滑 連續舉辦第29年的韓式尾牙活動 今年遇上選舉和景氣不佳 多數企業或是個人節省開銷 連帶讓公益活動難以推廣 創世請來台灣最美麗歐巴桑 陳美鳳傳遞幸福 希望號召民眾響應 關懷社會弱勢 紅包五百 紅包五百 紅包五千 六百元 開播大台北書的新國文 邱世民參謀報導